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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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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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获得了遗述同意 他为什么突然查普光秀的案子呢 因为每次提到普光秀的事 与部长都很紧张 这说明与部长和普光秀的死有关 之前忙着找徐东仔没顾的上戏查 徐东仔获救后 他又去见了下普光秀妻子 上次见面时 普光秀妻子的态度就让他很奇怪 好像在责怪他为什么现在才来 想让他查却又撒谎 撒了谎 却又给他指了一条路 很明显 在他来之前有人警告过 知道他那天会来的只有两个地方 大检合一政府地检 一政府地检的人还没那么大的威慑力 所以只剩下大检 大检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会来 那就是与部长 这时普光秀的转账记录出来了 出事前两天给三个陪酒小姐 各赚了二百万 黄史木立刻通知韩汝珍 普光秀总不可能在路边喝酒吧 肯定是在附近的某个场所 韩汝珍去找会所老板娘 那三个陪酒小姐就是老板娘手下的人 黄史木去找陪酒小姐 他拿出普光秀和与部长的照片 一看陪酒小姐的表情就知道 见过这两人 老板娘本来死不承认 一听韩汝珍说 陪酒小姐已经交代了 那天叫了辆车 去了他给的地址 这下慌了 他可不想当冤大头 据陪酒小姐交代 到达别墅的时候 是普光秀在等他们 紧接着与部长就来了 另外一位过了很久才到 黄史木给他看一下金部长的照片 但另外一位不是他 陪酒小姐说 他们在别墅没待多久 就被赶走了 难道那三人不计女色吗 怎么可能 他们刚坐下与部长的手 就开始活动了 既然不是因为不计女色 那就是出事了 他们亲眼看着普光秀猝死 那场面至今难忘 普光秀果然是死在别墅 被转移到了路上 按陪酒小姐的说法 是最后来的那个人 把他们送走的 他们走的时候 普光秀还在别墅 黄史木让韩汝珍找几个生面孔 然后给与部长的车拍了张照 他要开始搞与部长了 与部长正在向次长汇报工作 黄史木突然进来了 让他走他不走 就站在那盯着与部长 与部长只好挂断电话 说等会再继续汇报 黄水墨开门见山 就说别别墅的事 普光秀邀请与部长和另外一人 在别墅聚会 还叫了三个陪酒小姐 据说与部长当时手还挺忙的 那不是一场普通聚会 而是全色交易 与部长恼羞成怒 把外面的人都吓了一跳 既然嫌全色交易不好听 那就换成气势吧 黄史木怀疑他是怕暴露自己 故意等普光秀彻底断气 才把人转移到路上 与部长说他没有杀人 普光秀确实是猝死的 他只是运气不好 恰巧在场而已 在那种情况下 任何人都会和他一样 做出那种选择 黄史木说 别人可以拿任何人来当借口 但你不行 你是检察官 是法律的执行者 黄史木问他 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是谁 与部长没有隐瞒 是已经下台的情报局长 他本以为黄史木会放他一马 没想到黄史木 却打算立案侦查 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黄史木刚走 与部长便开始行动 他电脑里有个秘密文件 那三个裴酒小姐的资料就在里面 这是要封口还是灭口 紧接着他去找次长 次长被吓了一跳 他是来认错的 普光秀的是暴露 次长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原来就是个这 该掉走的掉走 该封口的封口 这么简单的事还用叫 这两人太小看黄史木了 掉走和封口是阻止不了他的 那边 黄史木和韩汝珍去见情报局长 他是去了别墅 但普光秀的死和事后转移跟他无关 把裴酒小姐送走后 他实在不想回去 啥事没干 还惹一声骚 但不管吧又不合适 那里是南扬州 他派南扬州的局长去别墅上后 也就是团长 后面发生了什么 他一概不知 都是团长和与部长做的 所以团长才会在那件事结束后 迅速爬到情报部长的位置 韩汝珍的信仰崩塌 他这才明白团长那句被人拖下水 是什么意思 这时黄史木收到了与部长的信息 来办公室一到 韩汝珍也收到了类似的信息 与部长这是想干嘛 两人的手机被没收 与部长指责韩汝珍掩盖南议员儿子的罪行 也就是警检两方争夺南议员时 警方手上掌握的把柄 当时韩汝珍想抓来着 是团长劝他等协商会结束后再抓 与部长想用这件事让两人闭嘴 韩汝珍得自保 黄史木得保护韩汝珍 这样两人就不敢打他的主意了 为了让两人断了这个念头 他又把团长翻出来 因为他知道韩汝珍很尊敬团长 黄史木不为他考虑 韩汝珍总得为团长考虑吧 转移尸体是团长的主意 事也是团长办的 非要搞他的话 他会拉着团长垫背 好卑鄙 好无耻 该说的都说了 他把手机还给两人 黄史木给他看一张照片 他偷偷见裴九小姐的证据 与部长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两人头也不回地离开 虽然韩汝珍会被起诉 黄史木会被流放 但真相绝对不能被埋没 无论通往真理的路有多难走 也绝不能停下脚步 韩汝珍在团长家门口等着 还喝了点啤酒 他不是来埋怨的 只是觉得心里很苦 他觉得团长不用走哪一步 按部就班的工作下去 升职是早晚的事 没必要为了提前几年升职 做些见不得人的事 他一直是团长为偶像 为榜样 毫不容易找到个想效仿的对象 结果却亲手将其拉下马 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团长回想着当时的情况 情报局长把他叫来 自己却跑了 打电话也不接 宇部长在一旁喊都不停 无奈的他 只能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把人转移到路上是他出的主意 叫救护车 也不是为了掩盖最后一通电话 是打给宇部长 而是为了让他早点被发现 不用在路上待太久 别墅的位置已经搞定 酒驾猝死案 最终还是被曝光了 男议员儿子的事也没瞒住 韩汝珍被搜查局长训斥 举报自己领导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 韩汝珍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还会这么做 东窗事发后 团长很平静 而宇部长在忙着发表声明 全面否认参与别墅聚会一事 然后反咬警方掩盖男议员儿子的事 黄史木才是最狠的那个 他拿着宇部长的拘捕令 让金部长签字 这不是难为金部长吗 而且这么大的事 不是一个部长能决定的 黄史木说行 部长解决不了 那就找次长 金部长吓得赶忙追了上去 与此同时 宇部长已经把发言稿准备好了 他带着忐忑的心情去见记者 可没想到记者全在警方那边 检方这边一个记者也没来 这是天要王堂 秘密森林二第十五集的故事 到此就结束了 剧情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下期再见